世界四大未解之谜 第二个令人称奇 最后一个最神秘top one 七周九鼎一落之谜 九鼎是镇国神器 一鼎象征一周 九鼎象征法下九州 是全国统一和王权集中的标志 九鼎相传了两千多年 一落何处仍是个谜 根据史记记载 秦穆公把九鼎略到秦国夺城 汉书却说 九鼎沉默于鹏城似水之中 一直未能找到 如果如同司马迁所说属实 九鼎落入秦始皇之首 那么极有可能葬入秦始皇陵 禅宗六祖会能大师 肉身千年不符之谜 慧能大师是唐朝的得道高增 中国佛教禅宗六祖 著作《谈经》 七百一十三年八日三日 慧能大师原记 他的真身静一三能名言不符 令人称其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真身 保存在广东朝观南华寺 供奉的六祖殿种 TOP THREE 古墓长明灯不熙之谜 古墓的长明灯 冬年燃着一盏灯 投射着悠悠光芒 根据神话传说 长明灯不熙之火是天宫之火 南普罗墓修斯 将其偷偷带来人间的 TOP FOUR 福尼谢手稿之谜 福尼谢手稿 是世界上最神秘的手稿 也是一份内容不明的神秘书籍 书成大约在四百年前 另一说就是成书于六百年前 而且书中所用的字母和语言 至今无人能识别 手稿中有插图 千体以及神秘的女人等 奇怪的装饰图片 至今仍旧是个谜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